第十三课讲的是Dentonology Genetics 就是基因方面的科技 所以这边主要在讲的就是我们的这些基因的知识 是可以通过我们Mandel的这个试验得到的 Mandel就三课我们学到的那一个科学家 他发现了一些基因学 然后这些都是关于这些遗传 还有这个我们DNA的这个构造 他可以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科学家来进行研究 然后他们可以更加积极的进行 因为已经有一个方向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基因领域里面 这样子可以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准 然后比较有用的一些基因 我们是可以搬出来的 比如说在动物身上或者在植物身上 我们看到一些好的基因 我们可以把它抽取出来 然后把它植入我们的这个微生物的genome里面 就是他们的基因库里面 就修改他们的基因 比如说一些细菌 比如某些细菌他负责吃某种食物 我把他的基因改变成他专门吃塑料 或者是专门分解油分都可以 所以我就去改变他的这个基因 然后让他可以有对我好的一些功能 然后这样子他可以产生一些 比较有用的一些物质对于人类 通过去操纵这些gen 就会有新的genotic被产生 最后就会显示出新的fenotic 然后基因的这个科技 不只是能够贡献很多好处给我们人类 但是他也会提高很多的道德问题 以及这种moral上面的问题 是很难让我们人类去得到正确的答案 就是我们也不知道这样做是好还是不好 正确还是不正确 毕竟是我们在操控他 就因为他们比我们低等 然后我们操控他 然后这个就会有一个道德上的问题 然后有一些组织是牵涉在这个改革食物的 就是GMF 就是基因改良食物 然后他必须要监督这个错误使用 或者是一些调整性在我们的这个基因科技方面 然后每一个结果都必须要根据我们的Code Etica 就是我们有一个道德标准 就是要根据那个道德标准来制造 然后首先先来看这个基因科技 以及我们这个GMO GMO的话就是改良基因的一些生物 就是经过改良好的 原本他不是长那样的 然后这里就问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基因科技的这个技术 然后这个技术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 然后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是Genome Genome的话就是一组完整的DNA 对于某种生物 然后它可以概括于所有的这个基因 就叫做它的Genome 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自己的Genome 就是他们的完整的DNA的这个基因 这个Genome里面它会含有所有的资料 被需要的来制造 跟来进行一些生活的过程 比如说帮你进行呼吸啊 繁殖啊这些 所有的这些DNA都在Genome里面 然后Gerjulzaran Genetic 它是一种技术 它负责操控这个基因 然后它是为了要改良这个基因 对于某种生物的 为了形成一个新的基因混合物 这个叫做基因的科技 然后生物不管是动物也好 植物也好或者是微生物也好 只要是通过这个DNA Recombinant的这个技术产生的 我们就叫做它Organisma Torubasai Genetic 或者叫做GMO 就是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 就是基因改良后的生物 这个Gerjulzaran Genetic 它牵涉到搬运一些segmentDNA 它只会搬运小部分的就是我要它有什么功能 我就搬运那个segment过去 会从一个生物搬到另外一个生物 然后它的技术是technology DNA Recombinant 就是重新让它们结合 通过使用这个技术以及这个technology DNA Recombinant里面的procedure 就是一些步骤 我们的生物学家 就能够重新制造这个DNA 或者我们叫做Genome 因为它就变成一个DNA 对于一个生物 然后先来看这个GMO GMO的话是生物 这个生物的话 它是一个生物 它会含有一个DNA 它的DNA是Recombinant的 就是重新结合过了的 通过这个DNA Recombinant的这个技术 新的这个Combinancy gene 就会被产生出来 然后这个Organisma 如果它含有DNA Recombinant的话 我们就叫它Organisma Transgenic 就是基因改造的生物 然后这里的话 就是我们改造过后的 比如说这个牛 我们改造它过后 这样它产生的这个牛 里面就不会有这个Beta-Lactoglobin 这个是一种蛋白质来的 它会导致小孩子们对牛奶过敏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牛的基因改良 然后它产生出来奶 就不会有这个东西 然后就可以适合更多人使用 然后这个是羊 它就是被改良它的基因 然后它会有一个人类的Gene 然后它可以有这个凝血的这个因素 然后这个凝血的因素是可以通过这个羊奶这边得到 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羊奶来存化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治疗这个Hemophilia的病人 然后这里的话是GMFF F的话就是Food 就是那个食物咯 就是基因改良的食物 像DNA Recombine的这个技术呢 也成功的产生了很多种的植物 比如说稻米啊 油棕啊 黄梨加工 还有这个黄豆 以及一些饲养物 比如三文鱼 牛肉跟羊肉 它们都会有我们想要的一些特征 所以我们才要改良它们 这些被改良的食物我们称为GMF GMF跟刚刚那个是一样的 就是Genetically Modified 这是F换成Food而已 它会拥有DNA来自于植物的品种 或者是动物的品种 就是别的才会缠进来嘛 才可以变成基因改变 然后如果你摄取GMF的话 有可能会带来一些 我们还未知到的 就是还不知道的一些综合症 然后对我们健康 目前来看都是好的 但是长远来讲还不知道 然后这里就有一些特征 是我们的GMF食物的一些特征 第一个比如它会对我们的这个 而杀虫剂有抵抗力 然后它也可以对疾病有抵抗力 然后它可以被使用在我们的医药领域方面 然后另外它可以对这个重金属的耐受度提高 然后以及它可以对抗我们的这个昆虫的攻击 然后同样一定会有好处跟坏处 这样来看好处 好处的话就是会解决我们的食物供应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这个产生的这个产量 就是农作物也好 饲养物也好 只要是transgenic的就是我们基因改良过后的话 它的这个产量的品质都会比较高一点点 然后我们的那个制造的成本也会变低 因为我们就是让它改革了嘛 然后我们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营养价值 另外我们可以减少这个害虫的问题在于我们种这个植物 因为它们已经 因为它们这么强所以它们就很容易死 就可能会导致那些天然的品种都没有掉了 然后会有小部分的这个gene被放进这个gmf 然后会搬运到人类身上 就是说这个植物我改良了嘛 然后这个植物是对杀虫剂有抵抗力 然后对害虫也有抵抗力 但是我是改良它的基因 所以我把它的果实吃进去我身体的时候 有可能这个基因也会被我吃下去 那这个基因被我吃下去的话 就有可能会导致我对antibiotic有抵抗力 就是说我如果生病的话 我吃antibiotic的话对我来讲没有用 因为那个antibiotic是不被我身体吸收 就是我身体会rein down the hard up antibiotic 然后我吃下去就没有用 这样那个细菌或冰毒在我身体里面就会很久很久 因为我对这个抗生素有抵抗力 所以就没有办法吃这个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的身体就会受影响 身体的健康就会受影响 然后我的这个gandongan genetic就是我的基因的 也有可能受影响 因为我的身体会想办法去适应那个环境 所以当我身体知道我对这个东西有抵抗力过后 也有可能他会对别的东西也在产生抵抗 或者是他要想要修复这个东西 所以我的基因会被改变 这都是我们还未知的 就是还没有还不足够data去 还不足够那个sample去support 到底真正的后遗症是什么东西 然后这里的话有 gandaribata bacteria bacillus thorin genesis 这个是那个细菌的名称 它被放进这个加工的gandongan里面 这样子它可以提高这个加工对于这个昆虫的攻击 就是这个加工比较不容易 比较不害怕昆虫 就是不怕昆虫把它吃掉 然后这里有一个super salmon 它已经被改革了 然后在它八个月大的时候 这个super salmon它是一个鱼 然后它被基因改良 然后它已经被这个FDA通过了 就是这个是那个食物与药物管理局 他们已经承认这个是安全的来被使用 在美国跟在加拿大 然后它的这个eggan salmon的这个品种的eggan salmon Chinoc的成长荷尔蒙的这个基因 被放去Atlantic的三文鱼的基因里面 通过这样的话 这个Atlantic的这个三文鱼 它就能够很快速的成长 然后它就可以变成super salmon 然后它可以在一整年都被产生出来 就是说原本我要等一段时间 它才可以长那么大 那么大点我才可以吃嘛 这样现在我把这个基因放过去 它就可以长很快长那么大 那么大点我就很快可以吃 然后这里就有画给你看 普通的salmon跟super salmon的那个差别咯 然后这里的话就有这个 Ubicondam是我们的马铃薯 它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农作物 像你们现在都知道 McDonald KFC那些都已经没有薯条了 没有Wedges了 就算不够马铃薯 然后对于这个寒冷国家的居民的话 他们就更需要这个马铃薯 然后但是马铃薯又很敏感 对于这个温度 就是那个气温很低的话 他们就很敏感 因为他们会Frost 就是会结冰 然后这个基因造成他们对于这个凝固的这个忍受度 从这个植物的这个品种被放进这个马铃薯的genome里面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这个Ubicondam可以长到很好 即使是很冷他们也不会结冰 因为我把这个植物的这个品种 这个植物呢是不会对不会不顾的 就是他Toleransi Terhadapgadan Bergu 就是他会对结冰的状态有很高的容忍度 就是说即使很冷他都不会结冰 所以我把他的这个特别的这个基因放进马铃薯里面 加上马铃薯即便很冷他也不会结冰 因为还有这个基因在 然后这里的话是insulin就胰岛素 这个你们应该都知道 然后我们已经学过这个Homestasis 就是那个生态平衡 还有我们的管理血糖的这个控制在我们的血里面 然后我们都知道insulin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控制我们的血糖 在以前的话insulin是可以从牛的这个pancreas 或者是猪的pancreas去摄取出来 然后去治疗这个糖尿病患者 但是现在的话呢 因为很多人就会有什么素食者观念啊 或者是Islam的话 他们就不用不要用baby的insulin之类 就很多这种道德的课题 所以就导致我们需要去研发别的 呃 素的insulin或者是天然的insulin 就是不要来自于动物 然后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是用Tenic Adrenaline Genetic 然后我们可以产生的很多 我们可以用commercial的方式 就是用买卖的方式去 用销售的方式去生产 然后让这个糖尿病患者都可以使用 除了insulin以外 我们的这个B型肝炎的疫苗 还有这个宁血因素 还有成长的这个荷尔蒙 都能够用这个Gedulant Genetic 来产生出来 就是不用去从别的动物那边摄取出来 然后下面这个图示告诉我们 这个人类的这个Gene Insulin 怎样被搬去bacteria 通过我们的Tenic Gedulant Genetic 来产生我们要的insulin so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人类的这个DNA 我们会采取出来哪一个部分是我们的Gene Insulin 这里是Seprihan DNA 就是人类的DNA的碎片 然后这个碎片里面含有Gene Insulin 然后我们就会用这个Gene 我们就会用这个Enzyme Pembatasan 来把这个Gene Insulin切出来 把它切出了过后呢 我们就会准备这个Plasmid Plasmid是一个圆形的DNA 在这个Bacteria里面 我们会把它当成一个Vector本Clone Clone的话就是复制的意思就是copy 复制的一个媒介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Plasmid剪开 然后也是一样用Enzyme Pembatasan 都是用Enzyme Pembatasan的 把它剪掉 剪掉了过后这个Plasmid就打开了 这个Plasmid原本是圆的嘛 so我把它剪开了过后 然后我就可以用我的这个Gene Insulin 放在那个空格的地方 就把它放进去 这放进去的话 要用Decisid Gun 就是被植入 然后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叫做Plasmid Recombinant 就是重新结合的Plasmid 然后把它结合回去过后 我们就会跟这个Enzyme DNA ligase 放在一起 然后这个是一个Cell Bacteria 就是一个细菌的细胞 然后这个Plasmid Recombinant 就会被放进这个Bacteria里面 就会把它放进去 放进去了过后 这个Clone Bacteria 就是这个复制的这个Bacteria 它们就会一直繁殖一直繁殖 然后就可以产生很多的Enzyme 在它的这个细胞里面 然后最后我们再从这个Bacteria里面 Extract出来 就是萃取出来它的Ensulin 然后再存化 存化了过后 就可以过后再买卖出去 然后还有很多种的 这个Organisma 全都都是Torubus Psy Genetic 就是已经被改良了 基因改良 还有一些食物也是一样 然后都是一样通过Tenic Gerutera Gerutera Ungenetic 然后问你能不能够列出一些GMO 跟一些GMF 就是别的 除了这边以外的 还有以及什么好处 跟什么坏处 去产生GMO跟GMF 对于人类跟对于环境 然后再进行一个Activity 13.1 来得到额外的一些资料 这里刚才忘记讲到 这个Enzyme DNA ligase 刚才我们有讲 我们要把这个Gin切掉的时候 我们要用Enzyme Pembata 3 然后切掉过后 我们需要把它黏回去 黏回去的话需要Ligase 所以这两个Enzyme要配好 一个是把它拆掉 一个是把它黏回去的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生物科技 生物科技它是一个领域 它会使用科技 或者使用一些方法 来操纵一个生物 对于去产生 或者去改良一个生物产品的成品 Biotechnology它的目的是 为了要提高这个 饲养物或者是农作物的 出口量的品质 以及它要建立一个 使用这个维生物 在一个特别的目的 比如说我要产生一个维生物 负责清理海上的油的泄漏 或者是我要产生一个维生物 负责降低空气中的污染成分 之类就是还有一个指定的目的 然后由于这个Biotechnology 它会牵扯到各种科学的一些纪律问题 所以所有的这个活动 如果牵扯到使用生物的话 为了某种重要性的话 都必须要被分类 然后我们会用颜色来分类 就像旁边这个颜色 比如说这个是跟微生物有关的 然后这个是跟药跟健康有关的 这个是跟海洋有关的 跟环境有关的 然后这是跟一些条规 一些道德跟一些哲学有关 然后这是食物跟饮食 然后这个是生物战争 就是我们不要的 所谓像的COVID也算一种生物战争 就是如果现在我要攻打中国 攻打什么国家的话 我可以产生一个生物 就是一个细菌或者一个病毒 等去攻打他们 这种是生物战争 然后还有科学跟电脑的一些资讯方面的 跟生物有关的 然后这个的话 是跟沙漠或者是干干的地区的一些生物科技 然后这个是要提高农作物产量的一些过程 所以我要记好它的那个symbol 然后有10种 这个种类可以被确认的 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一些咯 然后但是这个Biotechnology 它是最主要的一些活动 然后在我们的technology里面 你知不知道每一个颜色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你们可以去找那些颜色 红色的话是属于健康的医药的 跟一些诊断学 黄色的话是生物科技的食物 或者是营养学 蓝色的话是海洋的 或者是珊瑚的 或者是海里的生物科技 青色的话是农业的 跟环境的 还有燃料的 肥料的 还有地理学的 然后褐色的话呢 是沙漠地带的一些生物科技 然后 紫色的话是一些版权 或者是出版社或者是发明的 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 就属于紫色 然后白色的话是跟基因有相关的工业 金色的话是一些 纳米生物科技 或者是资料学的生物科技 资料学的话就是 电脑的这些科技 然后灰色的话是一些加工的生物科技 或者是一些发酵的生物科技 就属于灰色的 总共有这几个颜色 然后这些是在生活当中的生物科技的运用 我们有therapy gene就是基因治疗法 基因治疗法会用来治疗或者是来预防一些基因的疾病 在我们的基因治疗里面 正常的基因会被放去病人的这个基因里面 就是会被植入进去 要用decesive gun 不可以用demasso gun 来取代一些不正常的一些gene 这里我们不会用 呃所谓的低达normal 或者是怎样 我们会用abnormal abnormal就是跟平常不一样的 就叫做abnormal 然后我们不可以归类它为不正常 我们只可以归类它为与平常的不同 就叫做abnormal 然后在一些这个疾病当中 可以被可以用这个基因治疗方法来治疗的一些疾病 有cystic fibrosis 有dystrophy orthotic 还有几种的癌症 是可以用这个基因治疗法去治疗的 然后像这个的话 就是拥有不正常的拥有abnormal的gene 然后我们就会把正常的这个gene放进去 取代它 然后这个方式我们是用virus去取代它 然后这个细胞就可以正常的操作了 就把它换掉 然后这里有一个资料说 这个治疗使用这个therapy gene的 就是第一次首例而且是成功的 是在1990年的时候 然后这个人它是第一个病人去接受这个rhodantherapy gene 为了要治疗它的这个病 它的病是ADA SCID 它是一种病 会干扰到它的身体的免疫系统的 所以就使用了这个治疗 然后成功了 cystic fibrosis的话是囊肿性纤维化 它是一种遗传疾病 就是在基因里面的 然后它一般会影响到肺或者是肝脏啊 肾脏啊 胜脏啊 胰脏这一些 它会让它会让它们纤维化 就是变成像纤维一样的东西 然后会导致一些发炎的部分 然后如果是肺的话呢 它就会导致肺部感染 然后会有呼吸困难 会有那个痰的那个累积在里面 然后dystrophy orthotics的话是肌肉萎缩症 它是一个遗传性疾病 然后它会因为那个肌肉的营养不良 然后导致那个骨骼一起萎缩 然后它会萎缩是因为它的那个肌肉的蛋白质流失 然后肌肉细胞跟组织也会慢慢死亡 接下来是本ProfalanDNA 就是一种犯罪学的一个科技 它会被使用来确认一个人根据他们的DNA 然后因为DNA是独特的嘛 对于每个人除了是双胞胎的话 不然每个人DNA都是独特不会跟别人一样的 然后人类的DNA也跟动物的DNA不一样 所以我们看那个血的样本 就可以知道是动物的还是人的 然后通过使用这个DNA的这个Sample 我们会从这个血或者是从精液或者是从皮肤 来萃取出来 一个人就能够被确定 就是我可以知道是男的是女的 或者甚至是谁都可以知道 然后旁边这个图就显示了几个用途 在我们的本ProfalanDNA里面 然后13.6的图就告诉我们一些步骤 怎样做这个本ProfalanDNA 然后我们先来看它的这个用处 第一个用处就是我们可以确认罪犯是谁 比如我通过经验来知道是哪一个人 这样我就知道是谁是强奸犯 然后它也可以解决这个 生父生母的问题就是这个孩子是不是我亲生的 然后也可以确认一些遗传的这个疾病 就是我check了它这个基因 我就知道它的这个基因有没有问题 然后我就知道它有没有这个遗传性的疾病 然后也可以检测一下这个捐献者 以及这个受益者他们两个如果是接受的话 会不会有那个排斥现象就可以使用 然后这边的话有说这个Process Plan for Foreign TNA 它是被这个Sir Alec Jeffries他发明的 然后他是在University Lakechester 然后是在1985年 他已经被颁发这个奖牌 因为他的这个成就 那这个奖牌是最老的奖牌 在诺贝尔奖之前 就是他已经得到这个奖 过后才有诺贝尔奖的出现 然后这个的话是跟法律有关的Bio 他说这个Profile DNA 它可以成为一个证据 然后是很铁定的一个证据 对于一个罪案 如果说我们采取的这个Sample 是正确的跟诚实的被处理的话 还有我们的这个犯罪学的这个科学家 他们负责去检测这个样本 以及他们分析这个数据是很小心跟很诚实的 然后这个测试的这个结果 被准确的被分析出来 然后法官那些他们可以得到一个准确的这个报告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完全正确的 然后首先来看步骤 第一个就是我们用血的样本 或者精液样本 或者是皮肤样本 像我们每次看那种死者他们的手指甲 可能会有凶手的那个皮肤残渣 还是皮肤组织 这一些就会从那边拿出来 然后我们或者是可以从犯罪现场拿到 然后我们就会从这个Sample里面提取他的DNA 然后我们会使用Enzyme Bantasan 因为我们要切那个DNA出来 要把它切成Fragment就是一颗碎片 然后是不同的Size的 然后现在的这个Sample里面就会有Fragment DNA 是不同的Size 然后我们会通过这个Electrophoresis Gel 来把它们分开 因为它们是碎片嘛 就要把它们分开成一小个一小个一小个 然后这个不同Size的Fragment 就会搬去这个Membrane Neuron里面 然后这个Prob Radioactive 就会被加进去这个Membrane Neuron里面 然后我们就会造这个X-ray的这个Film 会放在这个Membrane Neuron上面 然后这个Film X-ray就会被加工 然后它的位置 就是它的这个DNA的位置就可以形成 我们下面会看到这个Profile出来 然后你就可以知道它们的那个相似度 然后根据这个Profile DNA 你能不能知道水是这个孩子的亲生爸爸 是哪一个 就是这个是孩子 这是妈妈 然后有爸爸一跟爸爸二 然后你就可以通过这个东西去看 这个孩子的爸爸到底是谁 然后这边的话是要产生一个植物 对这个害虫有一个容忍度 就是不怕害虫 我们使用这个Bacca Capastable 就是一个 Bacca是一个品种 然后Capastable的话就是 厚厚的那个棉花的这个品种 然后它是可以有容忍度 对于这个害虫的 然后比如说这个Capast Bt 就是这个 然后它已经减少使用这个 Ratrun 就减少使用农药 然后这个Donaman Bt 它就被打成 它被打了这个 Bacillus thuringiensis的这个Gene 也就是一种Bacteria dana 一种泥土的这种细菌 它能够自己产生一些Bahan Ratun 一些毒的东西 然后这个方式就可以去节省 我们使用这个农药的这个成本 然后另外又可以提高这个产量 因为没有被那个东西吃嘛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 Donaman Bt 就是别的Donaman Bt 就是加工跟Teron 玉叔叔跟那个切子 然后这个是我们普通的这个Capast 不同的这个棉花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Bt 就是这个Bacillus thuringiensis 叫做Bt 的基因放进去里面 这样它就可以叫做Capast Bt Capast Bt的话 就可以对抗这个昆虫 然后我们有 加工Biasa跟加工Bt 代表是一样 会有Teron跟Teron Bt 然后这个Gene 这个基因 会产生一个Toxin 一个毒素 从这个Bacillus thuringiensis 然后它会被放进这个Genome Dumbuhan里面 就是放进植物的这个Genome里面 然后这样这个植物 就会自己产生这个Toxin 自己产生这个毒素 然后这个害虫 如果吃到这个植物的话 这个植物是会产生这个Toxin Bt的嘛 这样这个Toxin的话 就会干扰到这个昆虫的消化系统 然后就会导致这个昆虫死掉 所以你也不需要去放农药 然后你也不用怕影响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成品 因为我们 因为这个毒药 是对那个害虫不了 对人类 对其他动物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吃下去也不会怎样 这个是现在最红的 就是清理这个漏油的事件 因为在大海很难清理嘛 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叫做Bio Remediacy 它是一个方法去清理一个污染 物质用这个细菌的方式 Bio是生物 Remediacy 有一种治疗或是修复的一个意思 这个方法很有效 在去治疗这个漏油事件 就是油的污染事件 因为在大海有油泄漏 然后大部分的这个生油 就是这个汽油 因为还没有被processed 就是叫做生的油的这个molecule里面 还有这个product petroleum就是这个汽油的一些产品 它们会被存化 然后就能够被分解 用这个生物的方式分解 然后我们是使用bacteria 然后比如说我们会用一种bacteria 叫做这个 Alcanivorax boricumensis 这个bacteria 它会依赖这个油来得到能量 然后就等于它在吃那个油 然后我们已经大肆的就是很广泛的使用 来治疗这个油的泄漏事件 然后他问你知不知道 可不可以讲出来一些bacteria 的一些好处 然后 这边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的生物科技到底对我们有多重要 像这个是那个dolly 就是那个绵羊 然后我们的这个生物科技 已经在马来西亚很迅速的发展 这个领域已经给出一些贡献 在我们的人类生活当中 尤其是在一些正在发展的国家 以及在一些先进国 你有没有听过 第一个被clone的那个动物 也就是一只绵羊叫做dolly 它就是被clone出来 就是被复制出来 就是它不少爸爸妈妈生的 它是被科学家复制出来的 第一个生物 然后 这个bacteria technology 它时常被牵涉在这个农业方面 工业方面 饮食方面 医药方面还有其他的 然后这个迅速的发展在这个生物的这个领域当中 还有在这个科技的领域当中 已经能够取代这个旧的方法 是被以前那一代的社会使用的 然后我们已经会换成更加先进的方法 以及我们可以各种样化我们的产品 然后可以给我们带来各种的好处 然后生物科技不只是贡献了一些食物的这些成品的这个提高 就是说我们我们吃的产量 就是说我们可以量很多 所以我们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 然后农作品也那个农作物也是一样 医药方面也是一样 而且我们还可以帮助提高我们的国家的经济 尤其是在工业方面 因为别人就会给我们买 然后下面的表就显示一些生物科技的贡献 还有我们生活的这些东西 第一个就是农业 我们的这个Bakaternakan 就是我们的饲养的这个品种 还有我们动物品种 最好的就能够被产生出来 因为我们去改革那个基因 所以它出来就是最好的 然后我们会使用Culture tissue 就是组织培育 或者是Tenic Benclonan 或者是复制的方式 来加快它的这个植物的繁殖 不用等那个种子成熟 然后另外我们也可以产生这个稻米的品种 它是可以产生出很多很多的Hercel 然后它也会更快的成熟 然后我们可以Clone这个动物出来 可以让它大肆的就是很多很多的去繁殖 然后它也可以有很高的这个对抗疾病的这个能力 就没有那么容易死 另外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些Hermon 让我们的动物很快的长大跟很快的成熟 可以生下一代 然后医药方面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人的这个Genetic 能够被修改 比如你是基因性的疾病 这样我就修改你的基因 这样你就没有那个病 就会痊愈 然后减少一些精神上的一些疾病的风险 然后另外是避免一些疾病 比如说癌症 或者是遗传性的疾病 然后人类的这个基因 比如说是Curdial的话 就是那种癌小症的话 它能够产生回这个正常的人类 就是去修改他的基因 让他可以长得高 然后可以帮助那些妈妈 很难怀孕的妈妈 去得到一个孩子 就是可以帮他们收孕 Forensic的话就是那个追暗血那边的话 就能够确认这个凶手 是谁通过一些组织 或者是一些身体的液体 比如水啊 血啊 精液啊 皮肤啊 或者是那个头发 然后环境的话呢 我们会用microb microb的话 它可以 就是microb就是那个维生物 它能够加快这个 我们人类的这个废弃物的腐烂 就是我们放多一点 就更快的分解 你就没有那么臭 然后也不会长那么多病毒 或者是苍蝇那些 然后microb的话 也能够去分解我们的大便 就是可以完整的分解 不然的话 平时是那种养我们鳄鱼啊 还是养什么 去在那个分子吃那个大便 所以我们放了microb的话呢 那个大便就可以很快被分解完 然后污染就可以被减少 然后人类啊 还有我们的环境啊 动物啊 植物啊都可以受保护 就是不会被影响到咯 后面的话 就是再repeat一下 我们学过的 German Genetic 有它的意思 有它的applicacy applicacy里面 就分成GMO 跟GMF 还有insulin biotechnology的话 一样要有definity 然后一样有applicacy 一样有german 它的applicacy里面 有therapic gene 就是基因治疗 有本prophalan DNA 有对于这个 害虫的这个容忍度 还有清理这个油的泄露事件 然后后面是一些题目 你们可以看一看 然后我们就学完了 这一本 完完全全学完了